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五百六十集 徐圣祖 血头三千里 扎尔穆哈表情依旧呆滞 没什么感情的语气回复 什么血头三千里 啊 是我问话的方式不对吗 许秦安皱了皱眉 屠鲁大凤边境三千里 是不是你们满足干的 扎尔穆哈目光空洞的望着前方 喃喃说道 不知道 许秦安的呼吸一下子粗重起来 他深吸一口气 又问了天狼同样的问题 得出的答案一致 这位金木部首领 不知道此事 他没有放弃 接着问了汤山君 屠鲁大凤边境三千里 是不是你们北方妖族干的 汤山君表情茫然 回答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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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秦安的呼吸再次变得粗重 他的瞳孔略有涣散 呆坐了几秒 楚相龙 你可知道血涂三千里 楚相龙神色木讷 闻言下意识地回答 伟员试图构陷怀王 用移植尸体和魂魄 栽赃陷害 而后派遣银罗 许秦安赴边境 企图捏造罪名 构陷怀王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许秦安在心里 做了否认三连 这是楚相龙的想法 他认为所谓的血涂三千里 是魏公和朝堂诸公的谋划 针对的镇北王 于是将计就计 利用使团来护送王妃 这么说来 原景帝打的也是这个主意 顺水推舟 如此看来 原景帝和镇北王 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毕竟是异母同胞的兄弟 北方蛮族和妖族 不知道血涂三千里 而镇北王的副将楚相龙 却认为这是魏公 和朝堂诸公的陷害 也就是说 他也不知道 血涂三千里这件事 那到底谁才是狼人 案件突然不说迷离起来 许秦安不知为何 竟松了口气 转而问道 你打算回了北方 怎么对付我 对于这个问题 楚相龙直白地回答 监视或软禁 等过段时间 把你们赶回京城 还真是简单粗暴的方式啊 你觉得镇北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楚相龙没有犹豫 霸道强势 对兄弟们非常好 是值得效忠的主上 想了想 许秦安问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 你觉得镇北王会造反吗 不会 楚相龙的回答 严谨一概 为什么 许秦安想听听这位副将的看法 怀王是天生的统帅 他喜欢沙场征战 不喜欢朝堂 怀王是个舞痴 除了沙场 他心里只有修行 嗯 也是 皇位虽然诱人 但未必人人都想坐那个位置 如果怀王真是一个舞痴 那么皇位于他而言 就是束缚 许秦安勉强接受这个说法 也没全信 还得自己接触了镇北王在做定论 他没有继续问话 微微垂首 开启新一轮的头脑风暴 两件事我还没有想通 第一 王妃这么香的话 袁景帝为何赠给镇北王 而不是自己留着呢 第二 虽然袁景帝和怀王是异母同胞的兄弟 可是以这位老皇帝多疑的性格 不可能毫无保留的信任镇北王啊 事关皇权 别说兄弟父子都不可信 但是老皇帝似乎在镇北王 晋升二品这件事上 鼎力支持 甚至当初送王妃给镇北王 就是为了今日 对于第一个问题 许清安的猜测是 王妃的灵运只对武夫有效 袁景帝修的是道门体系 在这个体系分明的世界 不同体系 天差地别 有些东西对某个体系来说是大不要 可对其他体系而言可能一无是处 甚至是剧毒 当然 这个猜测还有待确认 至于第二个问题 许清安就没有头绪了 楚相龙的问题结束 他把目光投向剩余的两道魂魄 一个是横死的贾王妃 一个是白衣术士 那位白衣术士看起来比其他人要更呆直 更木讷 嘴里一直碎碎念着什么 许清安试探到 你叫什么名字 徐胜祖 白衣术士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抽空回答他的问题 原来你就是徐胜祖啊 我还以为是幕后boss的名字 许清安心里涌起了失望 这家伙用忘记术窥探神书和尚 甚至崩溃 这说明他品级不高 从而能轻易推断 他背后还有组织或高人 你背靠什么组织 一阵沉默 你在为谁效力 一阵沉默 你叫什么名字 徐胜祖 这 这他娘的完全无法沟通啊 除了会念自己的名字 其他问题无法回答 这不就是三岁小娃娃吗 许清安的嘴角抽搐 我记得帝书碎片里还有一个香囊 是李妙真的 许清安取出帝书碎片 敲了敲镜子背面 果然跌出一个香囊 这只香囊里养着那只念叨 血涂三千里的残魂 当初未冤取走香囊 在朝堂上举报镇北王 事后香囊退回给许清安 他就一直留着忘记还给了天宗圣女 这种香囊是李妙真自己炼制的小法器 有养魂困魂的效果 除非是那种被人既炼过的老鬼 否则像这类刚死亡的新鬼 是无法突破香囊束缚的 这个术士以后有大用 虽然他成了智障 先收着 到时候交给李妙真来养 堂堂天宗圣女肯定有办法和手段 让这具鬼魂恢复理智 这就是人脉广的好处啊 不 这是一个成功的海王才能享受到的福利 这只香囊能收容鬼魂 那就叫他医囊吧 许清安把术士和其他人的魂魄一起收进香囊 再把他们的尸体收进地书碎片 简单的处理了一下现场 好在这里没有发生太过激烈的战斗 神书和尚强力碾压干脆利索 因此只要处理掉尸体就可以了 最后 许清安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婢女而烦恼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